明军的骑兵战术和训练 远远不如后今的八旗 满清一直强调自己的天下是靠骑射取得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骑射立国的满清在骑兵方面 可谓是达到了巅峰 首先一个八旗的骑兵 每个月的军饷是五十两白银 是步兵的十倍以上 是明军骑兵的二十倍 明军当时的骑兵 一个月不过二两银子 而且明军内部层层克扣 以至于这些当兵的 几乎都是胡头都比较难 这导致了士气方面远比不上八旗 在作战中 八旗也有更多的优待士兵政策 最著名的就是八旗有放假的传统 千万别把这个放假 同现代放假共为一谈 八旗的放假是指空取一座城池之后 会任由士兵们喜绝三天 这三天所得都是你自己的 这也就能理 解满清八旗好战赶战的原因 并且战死了之后 还可以获得一笔不少的钱来安置家人 所以基本家里有一个八旗士兵 没有战打就得过几日子 多打几场仗 那估计得负得流油 所以说八旗这些看似野蛮的鼓励政策 决定了这支部队比明军要士气高涨 好战性也极其高 这个就和秦国的奖励登战一番 导致了秦国短短15年内 就打造出一支横扫天下的瑞士 反观明军则已经是被剥削的厉害 层层克扣之下 明军士兵几乎都是勉强糊口 至于家里过得怎么样 那更是惨兮兮 所以二十年的腐化和剥削 足以将一支优秀的军队 变成一支斗志全无的军队 变成一支不敢卖命的军队 对于明朝的灭亡 腐败就是最大的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当时的明朝 基本已经是无药可救 即便是你自成不造反 明朝也会因为这种孵化 而被外族入侵灭亡 抗日元昭的明军 战斗力尚且还可以 但是 如果被克扣不虚了二十年 想一想就知道 明军士兵的战斗力 为什么崩溃得这么快 历史是发展变动的 此消彼长是历史的常态 在军事上有备者胜于无备 在战场上亲临一线的胜于日筹帷幄 这几方面努尔哈士都做到了 他是一名深入研究明朝军事问题的专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